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魔术在世界各国的流传都已经非常久了 你比如说在欧洲它就有很多街头进行杂耍的人可以给你进行魔术表演 而我们中国很多古籍当中也都记载过所谓幻术的存在 幻术其实就是魔术在我们中国所谓的说法 你看它可以凭空长出一个桃树来 甚至说让小孩可以沿着一个树直接爬到天宫当中 去王母娘娘的盘桃园当中 给大家摘下来一颗又鲜又大的盘桃 而这个季节又恰恰是在冬季 因此说古人玩的有些魔术 到现在我们都得去猜测它到底是怎么变化出来的 不过要说后来欧洲的很多传统魔术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绅士 往往是在这搁一个黑皮箱 黑皮箱下面还有一个金属支架 这个表演者自己要穿得非常的正式 往往都是厌尾服 随着他的魔杖到处一身 没准就从他的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 或者从一把火里头变出一只会飞翔的鸽子 但是到了今天魔术的形势已经是千奇百怪了 比如说大一点的魔术很有名的 大卫科布菲尔动不动把飞机给你变没了 甚至还变过长城 那么小一点的现在在美国在欧洲很流行街头魔术 街头一个魔术师往这一站 马上就给你表演让你眼花缭乱的各种魔术 应该说魔术的表演方式它是越来越多 但是魔术的原理始终都没有变过 不信的话我们今天就再为您破解几个魔术 究竟发生了什么 难道我们被骗了 奇灵魔术师用了什么妙招 连科学家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奇灵魔术充满了魔幻色彩 奇灵魔术师似乎能够创造奇迹 在常人看来他们是拥有特异功能的人 多年来 这位奇灵魔术师已经在这个神秘的领域赢得了赫赫名声 在我们的节目中 他将为我们揭开奇灵魔术的神秘印象 他会将那些一次次迷惑了千百万观众的场景再现出来 这不是为了诋毁这个职业 而是要让大家更好地了解 奇灵魔术师及其魔术的智慧 神秘的面纱即将揭晓 请随我一同启程 奇灵魔术师已经准备好了 表演即将开始 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请跟我来 我说过 我要带大家开始一场不可思议的魔术之旅 你很好奇 我感觉到了 准备好了吗 心灵魔术师正等着我们呢 心灵魔术师说 他有一个与他心有灵犀的护身符 他要把它交给一位观众 这位女士 这位女士 请您拿好 一定要小心 她是另一个我 现在我回到舞台中央 现在麻烦您站起来 您的任务非常简单 那就是把护身符藏起来 我会背对着您 当我背对着您的时候 您就可以开始藏了 听懂了吗 藏在您身后或者身边的某位观众那里 一切都取决于您 尽可能藏得隐秘一些 好吗 我已经转过身了 请走下座位 把它藏好 不要藏得太简单 太随意 那样我会很容易找到的 我感觉到你已经藏好了 对吗 很好 不过我还不能转过身来 你们的任何一个面部表情 都可能暴露护身符的藏匿地点 所以我要加达自己的挑战难度 每个人的座位下面都有一个面具 我为大家准备的面具都一模一样 请戴上面具 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 所有人都戴上面具了吗 现在请大家保持安静 保持绝对安静 不要窃窃窃私语 不要晃来晃去 每个人都一模一样 好 我要转过来了 难度超出了我的想象 都是一个表情 在第一排吗 在你那儿吗 哦 不是 在这个小朋友这儿 难道是第二排 不是这里感觉不对 那么是第三排吗 啊 我不确定了 我有些犹豫了 是在你这儿吗 这位女士 还是在你这儿 哈哈 请摘下面具 把护身符给我好吗 你很惊讶 是的 我感觉到了 心灵魔术师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 事实上 心灵魔术师还有一名秘密的助手 这名助手全程都在用一个遥控装置 向他发出信号 这样他自然就知道该去哪里找了 心灵魔术师的身上 佩戴了一个电子装置 一根在左边 一根在右边 他就是用这个来接收指令的 虽然心灵魔术师声称 他是通过某种精神上的特异功能 找到护身符的 其实他扮演的 不过是一个遥控机器人的角色 同样的角色 艰难的角色 国术师能否躲避致命角色带来的威胁 各级之间正好播出 解密心灵魔术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一个非常惊险的心灵魔术 这一次我们同样需要一位现场观众的配合 心灵魔术师称 他的魔力能够让他感知危险 进而逃脱致命的角色 舞台中央挂了五根角锁 我们需要一位观众任选一根 五根当中有一根是做过手脚的 可以保佑心灵魔术师幸免于难 这里有五根角锁 你检查一下 我要把扣再调回去 调到和其他四根一样的位置 五根角锁必须一样长 这一点至关重要 拿着这个 还有这根假的 再给你三根针的 把它们放在一起 然后面向观众 把角锁放在你的身后 我背过身去 你打乱它们的顺序 尽可能地打乱它们 好了吗 好了 大家看 这是一把脚锁 每根都一模一样 下面 我再把它们挂回去 从一号到五号 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到来 好的 大家看 我手里有五张牌 对吗 每张牌上都有一个数字 一次是五 一直到二 最后是一 当然 还有三根四 五张牌 现在 我要把它们打乱 你不知道 每张牌的位置 对吗 每张牌上 都有一个数字 随便抽一张 这张 是的 确定了吗 是的 你对这张牌有特别的感觉 非常特别的感觉 非常特别吗 是的 这么说你不会后悔了 不会后悔 你确定不会后悔了吗 你知道我的命就掌握在你手里吗 冲着大家亮出你的那张牌 让大家看到牌上的数字 展示一下 三 三号牌 你依然对这张牌 有很特别的感觉吗 是 没错 我听出你有些犹豫了 所以 我要再问你 你确定你的选择吗 是的 非常确定 看得非常凶险 不过 真是这样的吧 虽然 观众一字检查了五根脚锁 心灵魔术师 依然有办法蒙混过关 五根脚锁当中 四根是真的 一根是假的 假的里面 藏有一个隐秘的磁铁 脚锁一吃劲 磁铁就会断开 当然 它们看起来没什么两样 观众把它们混在一起 表面上看 心灵魔术师就不知道哪根是真 哪根是假了 心灵魔术师把脚锁挂了回去 他把做过手脚的那根挂在三号 因为三号是观众即将选择的号码 还是洗过了 可每张牌的背面 都藏有另一张写有三的扑克牌 所以无论观众抽到几号 五 二 三 一 或者四 心灵魔术师递给他的都是后面的三号牌 如此一来 无论怎么选 观众选到的都是那根做过手脚的脚锁 一羽而尽的是清水还是藤酸 稍有不慎 魔术师将面临生命危险 科技之光正在播出 解密心灵魔术 准备好了吗 我们即将抵达魔术之旅的下一站 同样我们需要一位现场观众的配合 这一次 心灵魔术师将要面对的风险是 喝下一杯致命的盐酸 观众走上舞台后 心灵魔术师发给了他一个护目镜 盘子里有三杯水 请走过来一些 这里还有一杯 一杯看似清水的盐酸 但它绝不是清水 为了加大挑战的难度 每个杯子的装水量都是相等的 所以看不出任何差别 现在请你全神贯注地盯着这四杯液体 看着我 现在你还分辨得出来吗 不能对吗 现在没有人知道 哪个杯子装的是盐酸 哪个杯子装的是清水 你知道吗 不 总共三杯清水 你相信女人的直觉吗 眼头代表相信 摇头代表不相信 你相信女人的直觉 那么 请选择一个 你认为安全的杯子 指给我看 女人的直觉 你来喝 还是我来吧 清水 还剩下三杯 两杯装的是清水 一杯装的是致命的盐酸 你依然相信女人的直觉吗 相信就拼命地点头 不相信就拼命地摇头 这杯怎么样 既然我喝了你选择的 那么现在轮到你和我选的了 不要 还是放过你吧 干杯 啊 可口的清水 还有两杯 一杯是盐酸 一杯是清水 我来帮你一下 看着桌上的两杯水 抬起手放在它们上面 感觉一下这杯 还有那杯 仔细地感觉一下 现在我要放手了 试着感觉一下 你应该能够感觉出来 哪杯是安全的 是这杯 还是那杯呢 是这杯 还是那杯呢 哪杯感觉是安全的 这杯 真的确定吗 确定的话就点头 不确定的话就摇头 如果你选错了 那我的命可就没了 你担得起吗 是 你会因此自责吗 不会 不会 你需要换一杯吗 我换 你坚持你的选择 是的 好的 非常好 只配清水 有些观众肯定充满了疑惑 当然 这是非常正常的 下面 我就证明给大家看 你跟我一起 给你拿好 捏成一个球 如果最后这杯 真的是盐酸 那么 它一定会跟 吕博发生反应 对吗 如果杯子里面 装的是盐酸 你就会看到 你就会看到气泡 还有溶液会变色 看到了吗 站远一点 我还可以证明 这里有 一把刀 看啊 刀子被氧化了 非常清楚 我们站得再远一些 到这边来 你想最后再尝一口吗 不 不 我也是这么想的 真是神奇 惊险 刺激 起码看起来是这样的 然而事实原非如此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其实 四个杯子装的 都是普通的清水 无论喝到哪杯 都是安全的 在心灵魔术师 准备好的铝箔里面 藏有一个 可以让清水变色 同时产生气泡的 泡藤片 所以 这杯危险的盐酸 并不像 它说的那么危险 刀子的一侧 涂有某种 铁锈色的物质 遇到水溢后 这种物质 才会显现出来 其实无论魔术 它的表演方法 有多么的不同 但是它的原理 始终是秉承如一的 那就是 如何去欺骗观众的双眼 当然 魔术师的这种欺骗 是带引号的 它是为了让我们 在这种被骗的过程当中 体会到一种 很快乐的享受 因此说 它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看科幻电影的时候 您会认为它是真实的吗 变形金刚真的存在吗 钢铁侠真的存在吗 但是看的时候 谁也没有认为这是假的 我们在意的是 画面的效果够不够震撼 演员的演技够不够成熟 导演的功力够不够深厚 我们绝对不会去考虑 这个电影它到底是怎么拍摄 也可能会考虑 但就是放在戏枝末节的位置之上 我们考虑更多的是 这部影片有没有震撼到我自己 看魔术同样是如此 我们欣赏的是表演魔术的人功底 手法娴熟不娴熟 魔术设计的够不够巧妙 我们上当的程度够不够狠 所以千万不要把注意力放在 它到底是怎么变得上 如果说只是想这些问题的话 魔术看起来岂不很无趣了吗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